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中成,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拜登他刚澄清说是口误 美国少将紧跟着就窜访台湾 妄想靠盟友来遏制中国,霸权主义终将失败 近段时间以来,美国频频在国际社会上抛头露面 总统拜登在访问亚洲期间更是表演了一把川剧的变脸绝活 前一天表态要转变对台政策,白宫赶紧出来澄清说是他口误 后续的采访中,拜登也改口称政策不会改变,深得变脸之精髓 如今,拜登亚洲之行已落下帷幕,但台海问题却又再起波澜 据观察者网报道,拜登离开的当日,美军情报处长斯蒂德曼少将就篡访台岛 并且已经和岛内的安全部门官员进行了会谈 斯蒂德曼是美军印太司令部联合情报部门JOIC的负责人 因此媒体猜测,此行主要目的是参与情报交换 不过,虽然美国和台当局有情报交换的传统 但向少将处长这种高级别将领参与的情况却是很小 尤其是近来,在因台海问题与中国关系紧张的特殊时期 暗地访台更是把中国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 因此,中川的回应也是毫不留情 斯蒂德曼上岛的当天,中国两国空军就举行了联合行动 从日本海南下,经东海至西太平洋 这一路可是把美国和日本吓得不轻 然而,让美国更揪心的还在后面 第二天,东部战区在台海区域组织多兵种的士兵演练 发言人更是表示,这次演练就是对美国窜台的警告 干涉中国内政必将受到打击 强有力的宣言不仅是对美方挑衅的回应 也是对美国近期妄想搞小团伙来遏制中国的回击 拜登的亚洲访问更像是在编制一条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与中国近在支持的日本则是重要的一环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就三番五次的和中国搞争端 从经济贸易到台海无所不用其极 结果却是中国越被打压越强大 拜登上台后,则赶紧转变思路 想靠拉拢盟友来围堵中国 然而,欧盟、印度都先后失败了 无奈之下,拜登只能将眼光放在了岛国日本的身上 此次拜登将四方安全首脑会谈举办地 和印太经济框架的启动地放在日本就是最好的名证 而且,日本与台湾相隔不远 选择日本也是为了干涉台海提前做好跳板 不得不承认,拜登为了抗衡中国可谓是用心良苦 其实,拜登在台海问题上的口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最初白宫的解释或许还能蒙骗世人 但一再的口误和小动作只会证明 拜登的内心想法就是如此 想靠嘴上说一套,被地里做一套来糊弄中国 注定是要失败的 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 中美关系异常不仅影响到两国的发展 对周边甚至对全球都有着不小的负面影响 台湾早日回归是一一带水的两岸人民共同的期盼 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很坚决 那就是坚决不允许有的国家想要阻止两岸统一 如果美国敢再在台海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 中国的反制措施将会更严厉 一旦有任何后果,也全部都是美国的责任 台湾不是乌克兰,中国大陆也不是俄罗斯 美国拉拢一大帮盟友都搞不定俄罗斯 现在想以此拿捏中国,无疑是知人说梦 我们奉劝拜登一句,要好自为之啊 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